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作为代价他们会受到反噬 在整个危险结束之后他们就会死 因为他们的付出和奉献 所以有的地方会把他们供奉成神明 画面一转有一男一女在神殿里面做着修修的事情 看起来还是很激烈的 本来两个人真的很兴奋 但是没想到牛女出现了 他们来不及求饶直接就被杀了 胆敢在神灵面前做这样的事 简直是找死 对神灵没有敬畏之心 这就该死 举头三尺有神明 突然远处传来一声尖叫 在河边正在洗菜的戴眼镜的女人听到了 她就连忙赶了过去 画面一转 女主人公和好朋友小美都是学校啦啦队的 两个人因为没事干 于是打算和好朋友们一起出去游玩 他们分别是小白小黑小蓝 他们几个人一起坐车去了森林里 本来几个人性质都不错 但是没想到车一下子坏了 这一下就打搅了人玩的性质 没有办法只能去找人帮忙修修 他们就看到了故事刚开始的戴着眼镜的女人 女人和之前有所不同 原来她的脸上不知道为什么出现了两道血痕 而且整个人眼神比较呆滞 女主人公和小伙伴们进来找人 想要打电话求助他人 毕竟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 想要把汽车修好难度太大 女主人公和小美两个人不知道怎么搞的 直接把牛女放了出来 这下几个人慌了 戴眼镜的女人也开始发疯 两个男孩在阻止她的时候 竟然不小心把女人给弄死了 旁边的两个女孩非常害怕 但是总要处理一下后事 别让别人发现了 他们就急忙把戴眼镜女人的尸体埋了起来 着急的找车回家 但是没想到中途碰见了牛女 人家半路杀了出来 几个人看着牛女恐怖的表情 直接吓坏了 想都没想直接逃跑 几个人在前面跑 牛女在后面追 因为几个人只想着自己逃跑 也没有勇气配合 可别说把牛女杀了 几个人在慌乱中就跑散了 而且是在树林里 路也很不好走 正因为他们都分开了 牛女才逐个儿击破 几个人也太笨了 这才让人家去抓住了机会 两个男子也没有一点男子气概 太丢男人的脸了 首先死的是小蓝小白 小美在跑的时候 也很快被牛女解决了 而小黑和女主运气好 估计体育变得不错 终于跑到了车里 但是车坏了 他们根本无法离开 牛女这个时候也赶来了 但是没想到小黑竟然是个渣男 不说英雄救美吧 骑马拉着女孩一起跑 他直接把女主扔在外面 自己一个人躲到了车的后备箱 他自作聪明 还以为自己这样就安全了 牛女直接找到他 就把他解决了 可见在关键时刻扔下美女的人 一般都活不下来 这种无情无义的人 活着也没啥意思 另一边 女主跑到了一棵树下 他已经跑不动了 还以为牛女会直接杀了他 但是牛女在他的手臂上 划开了几道血痕 好像是做了标记 这和戴眼镜女人脸上的标记 是一样的 最后女主拖着疲惫的身体 寻找帮助 他碰到了一位大叔 大叔看到女主的伤口 一边帮他处理伤口 一边给他讲解 关于牛女的故事 原来是男主一些人 伤害了牛女的妈妈 牛女为了复仇 就开始大杀特杀 牛女需要找一个女人 来生孩子 而被选择的女性 她的身上会被做一个标记 就是两道血痕 牛女把女主当成了 繁衍后代的工具 所以女主才活了下来 女主听到了这里 伤心的哭了 不知道她是庆幸自己 活了下来而流泪 还是想到自己以后 要成为这样的存在 而伤心 毕竟没有人 想要面对这种怪物 影片到这里 也就结束了 她首先告诉我们 要敬畏神明 你可以不信仰她 但是必须要怀有 该有的敬畏之心 举头三尺有神明 所以要做一个正大光明的人 不要做一些猥琐苟且之事 这样会有损自己的名声 我们遇到危险 一定要相互扶持帮助 直接丢下自己逃命的方法 是不可取的 只有连起手来解决困境 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 也才能够真正的脱离危险 一个人私心太重 即使活了下来 也会受到良心的谴责 所以我们还是要坚持 做一个善良的人 一个能为他人着想的人 就会有很多朋友 作为朋友也会回报你 在你有困难的时候 会给予帮助 只有给予才有得到 好的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